大家好,我是莫妮卡,碧玉华,大家请看后面这个就是托儿所,我女儿小时候就在这个托儿所。 第一天上学,背个小书包,晃悠悠的走路,现在我还印象非常深,断奶以后,我就给他送到这个托儿所里,我这房子也是妥妥的学区房,不过不贵,房子不贵,不像我们国内房子房价这么高,天津学区房房价很高的,孩子送到这个学校,托儿所, 意大利这个托儿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,私立的幼儿园要付钱的。 老师对孩子非常非常好,一见面就是先老啊,抱啊,亲啊,一个班里就是十几个孩子,他都是说,当然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名字,什么安娜,格拉奥迪,什么,但是老师都是先说亲爱的,每个孩子都是,你是我的宝贝啊,你是我的, 我孩子很开心,但是刚开始去时也不喜欢,还是想跟妈妈在一起,刚开始也哭了,哭了,我送进去以后不,不愿意,就还要妈妈,但是下午街的时候不出来了,还在里头玩呢,玩得非常开心。 从托儿所开始,就是教孩子怎么,像比如说,做手工,唱歌,跳舞,老师教,说完整的句子,没有什么像咱国内一样,教什么这个理论,喊这个口号,没有啊,都是非常自然的。 孩子,我还有很多相片啊,就是保留着孩子,就是做那个小厨师,做那个服务员,老师给拍照,这个后来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,非常非常的温馨,每个,每孩子吃饭的时候,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小朋友,每天轮流值班,孩子坐在那儿,那些小朋友给服务,每天都特别愿意服务, 在欧洲,在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,没有等级之分,没有工作什么,人和人都是平等的,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,都是有意义,只要你能自食其力,所以这孩子们都是在这个学校,非常快乐,非常欢乐。 像我孩子现在15岁了,已经从这个托儿所,前头100米就是小学,玩中学,现在高中高一,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,读书。 然后回家以后,我就问他学校的情况,就跟我说的眉飞色舞,因为同学相处的也很好,没有一次说哭着回来,没有,像我也有朋友在国内,孩子就是说经常性的被老师骂,被同学欺负,被叫什么霸凌什么的,没有,在意大利我是没看见, 我女儿是没有,没有见过,我女儿每天都是妈妈我回来了,妈妈我爱你,真的,我也非常开心,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,我就是蹲下来,蹲下来跟孩子抱着孩子亲啊什么,现在大了,现在比我都高了,现在,但一路走来,我就是非常感恩,非常感恩在这个,在自由的环境当中,孩子快乐的成长。 老师教的就是说,你要说真话,不可以撒谎,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,而且你要有动手能力,意大利出了很多这个艺术家,这个,确实,因为跟他这个环境非常有关系,他们孩子在幼儿园,在学校里教的都是一些,能发挥你这个天性的,你可以自由回答,老师一问问题, 很多人,很多不像中国孩子都不说话,不,都说,每个人就是各出几件,你说错了,没关系的,每个人都可以犯错的,都会犯错的,他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,所以这儿的孩子真的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, 而且很有思想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,绝对不会一样的,不会千篇一律一样的,这就跟他这个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关系,我非常感恩,我在意大利,孩子生在意大利,而且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,谢谢,谢谢大家,好,谢谢。 ,谢谢。